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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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看 这孩子怎么了 快救救他 哦 王医生 王医生 魏敏怎么样了 还在急救室 现在已经独立危险了 没什么答案 出来了 少敏 少敏 魏敏 妈妈 妈妈 我没有不乖 妈妈知道 我给你最乖了啊 孩子需要休息 请你们让一下 我要送孩子去病房了 孩子没事就好 是 你们站起来吧 你们孩子没事 谢谢啊 谢谢医生 不用谢不用谢 要谢啊 还是谢谢你们两位朋友 你女儿食物中毒 都也撞破了 流了不少的血 要不是你两位朋友 及时把她送到医院 恐怕你女儿会有生命危险 对了 你所有的费用呢 你朋友都帮你交了 明天直接借你孩子出院就可以 好 太谢谢你了 没事 好 谢谢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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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d 照我看 早该画完了 你动一笔西一笔有完没完那 我看没紫安都没你那么画 hustle 你 怎么了 奇珊 又来 啊 你赶紧吃药 不 你的 又呢 但 刘 来 这么多指腾变全都被你吃光了 你疯了 他快去帮我买 好 你等着 小关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怎么了 没有 小关 我再问你一遍 你认不认识韩珍珠 你正无聊 总是问我这种问题 真可笑 我再问你一遍 你认不认识韩珍珠 这 好 那我告诉你 韩珍珠她有个弟弟 她为了她弟弟 她省吃点又把省下的钱 给她买画布 画笔和颜料 她为了成就弟弟的梦想 她不惜苛刻地对待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她又准备 做出更大的牺牲 你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她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 她要向所有的媒体承认 她是梅子安的情人 什么 小冠 现在只有你能阻止她了 你知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茗玉 没有什么比茗玉更重要的 她这样做会毁了她自己 还会毁了魏敏和老魏 别说了 她在哪 她在哪 她在剧衔楼 什么 剧衔楼 剧衔楼 她在剧衔楼 周哲虎先生 你说这幅话是真的 并且有证人 那是否可以先请证人出来讲话 我的证人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韩珍珠女士 希望大家尽快提问 她的时间不多 少说两句 差不多就行了 韩晨庄女士 周小谷先生说 你能证明这话是真的 是否暗示你和梅子安先生 有特殊的关系呢 你说这幅画一定是真话 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传说你是梅子安的情人 是否属实 请问你和梅子安先生的关系 是从哪年开始的 梅子安先生的死 和你有关系吗 你照夫知不知道 你和梅子安先生的关系呢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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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再问了 我告诉你们 我全都告诉你们 我是梅子安的情人 我是她的情人 她喜欢我 所以把这幅画送给我了 我一开始是她的模特 后来就成了她的情人 我做了她两年的情人 你们现在都知道了 你们满意了吧 韩小姐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都很看重女性的操守 而你为了证明 这是一幅真话 不惜公开自己 是梅子安先生的情人 你这样字节隐私 实际上已经突破了 一个女人的底线 请问你这么做 究竟是为什么 你不觉得这样很荒唐吗 你今后还怎么做人 你是为了钱吗 周小虎先生 请你留步 各位记者 请停止提问 韩珍珠韩女士 她是无辜的 因为她根本就不认识梅子安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拒仙楼的常年法律顾问 万舍健 我受周小虎先生的委托 在这儿郑重地宣布 面包房的珍珠这幅画 不是梅子安的作品 梅子安在半年前 已经丧失了绘画的能力 聚贤楼从今天开始 把面包房的珍珠这幅画 从梅子安的作品里剔出 你们大家一定很奇怪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有什么证据呢 那好 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我的证据就是 我已经找到了 这幅画真正的作者 他就是 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关东田 关东田 你真的是这幅画的作者吗 关东田 你怎么证明你是这幅画的作者 关东田 不 大家不要相信他 这幅画不是他画的 是梅子安画的 我今天看见梅子安画的 你胡说 这幅画是我画的 不是你画的 我就是梅子安的情人 我可以证明 我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记者朋友们 你们听到了吗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听到一个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了吗 他是发自肺腑的 他是真诚的呐喊 请你们把镜头对着他 让他来告诉你们真相 爱律师 小官 你说吧 把真相告诉大家 小官 你不要怕 把你想说的都告诉大家 我叫关东田 我是个画画的 我因为没钱上学 只在美园经修过一年 我一直用我的画笔 到处打零工卖画 过着鸡一顿 饱一顿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我遇上了周小虎先生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是 我全买了 谢谢 以后就到我聚贤楼来画画吧 他赏试我的才能 让我当了他的助理 其实 说起来好笑 所谓的助理 其实就是枪手 虽然行业内雇佣枪手画画 已经是公然的秘密 但是周小虎先生 做这件事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 梅子安老师的身体 已经完全不能画画了 这幅面包房的珍珠 是我和梅子安老师周小虎先生 合作的第一幅画 也是最后一幅画 我画的是面包房的营业员 韩珍珠 我在家里把画画好以后 约韩珍珠一块给梅老师送画 梅老师 不好了 梅老师她死了 那天晚上八点 我和韩珍珠把画送到梅子安老师画室 可是 梅子安老师连这幅画什么样都没见过 就已经死了 我们抱歉吧 慢着 现在梅老师已经死了 这幅画就是我们的了 你说什么傻话 这是我替梅老师给周总画的 拿着 你不是练梅子安的字练了很久了吗 你现在就写 以梅子安的名义 把这幅画送给我 不好吧 会出事的 让你写你就写 你哪有那么多废话呀 快点 快点 因为这幅画是我画的 所以梅子安老师 连韩珍珠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韩珍珠 跟梅子安不是什么情人关系 他们压根就不认识 我欺骗了 我欺骗了大家 欺骗了所有人 大家都以为 我是在第二天上午 去梅子安老师画室的 其实我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前一天晚上八点 第二次是第二天中午十一点 至于梅子安老师画室的钥匙 梅老师早就配给我了 但我为了表明我没有提前去过画室 我一直对周总说 我没有梅子安画室的钥匙 那天中午十一点 我按照周总和梅子安约定的时间 来梅子安画室取画 梅老师 梅老师 我是小关 我早就知道梅子安死了 但我假装不知道 还给他手机打了电话 梅老师 梅老师 周总让我来拿画 您在吗 梅老师 梅老师 周总 梅老师不在了 门锁着 不可能 我和他约好了 真的没人 你不会把锁砸了 我走进画室 我知道梅子安的尸体就躺在床上了 我先检查了 昨天晚上我写在画上的那行字 我先检查了昨天晚上我写在画上的那行字 确认自己干透了没有 我发现自己已经干了 才掏出手机给周总打电话 周总 周总 梅子安死了 他把面包房的珍珠这幅画 送给韩珍珠了 什么 我马上过来 报警了吗 还没有 那就赶快报警 那那行字怎么办 这字是不是你写的 不是我写的 我来的时候就这样了 如果是我写的 颜料怎么可能那么快干呢 那要是你昨天晚上写的呢 我 我不知道梅子安死了 我怎么会写呢 也许你已经来过一次了 我怎么可能来了 我根本没有画室的钥匙 我又来到这边 配个宽点的画框 把字遮掉 报警 哦 周总 周总 你怎么配得滑滑 那行词根本没遮掉 基本都挡住了呀 我怕配得太宽 比例不协调 你胡说 你是故意的 你配那么窄的框 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幅画是梅子安送给韩珍珠的 不是我周小虎的 不不 周总 我跟您无冤无仇 我干吗要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唯一的理由 就是韩珍珠收买了你 你在暗中帮她 不不 周总 您对我有知欲之恩 谁都收买不了我 那你跟韩珍珠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在孤儿院长大的 我又没亲戚朋友 我能跟她有什么关系 周总 我的档案你都看过了 我怎么会骗你呢 小关 不管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只想告诉你 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 所以才跟你签了二十年的合同 我让你现在帮梅子安画画 那是暂时的 将来 你一定会获得比梅子安更大的成就 赶紧换个花框 赶紧换个花框 把那行字遮掉 别管它合适不合适 哦 我说缩的一切都是真的 你们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没有说谎 我说 她是真实清白的 她不是梅子安的情人 她第一次见梅子安的时候 梅子安就是躺在床上 不能说话的死人 你怎么那么傻呢 关冬天 你怎么那么傻呢 你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 我做的一切奴隶不都白费了吗 你能得到什么呢 无非是我的清白 我的清白有什么用呢 我们需要的是钱 需要的是钱 你懂吗 我 我当然懂 我们需要钱 不 是我需要钱 可是你知道吗 你懂我吗 我 我宁愿死了 我也不愿意毁了你的毛衣生啊 好 精彩 实在是太精彩了 小冠 小冠啊 我还没发现你很会讲故事 我还真小瞧你了 不过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你说这幅画是你的 那就真成了你的画吗 那需要证据 那需要证据 这辈子啊 习惯在每一幅画上都画上M 我小冠 在每一幅画上 都会画个G 我只在这张画上看到了M 没看到G 我只在这张画上看到了M 周先生 如果你要想看的话 我马上刮给你看 万律师 你来刮 要是刮坏了你赔得起吗 万律师 这画是我画的 你刮吧 把真相告诉大家 小冠 你是好样的 真有个G 万律师 你确实证明了这是一幅假画 但这里 我还有一个问题 之前韩女士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得到这幅画 可现在 关东田先生 却把这幅画给毁了 韩女士将一无所获 请问万律师 小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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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要人离吗 我们这儿有人晕倒了 需要急救 对 去前来美术馆 小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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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待会儿 为了 小冠 这老冠 兴建 我有没有 那个 她没有 这儿 有在 杀 杀 我 我 懒 我 姐姐 姐姐 我要走 姐姐姐 哪位是病人的姐姐 我是 跟我来吧 姐姐 我要走 姐姐 不要走 姐姐 爹 不要走 不要走 姐姐在呢 不要走 姐姐不走 你会一直拍着你呢 小关 你承不承认偷了老师的画笔 我没偷 没偷 其他小朋友看到是你拿的 你还不承认 你们的父母死得早 过边的好心受养你们 就是希望把你们培养成 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你怎么能偷窃呢 我没偷 你把这拿到前面来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把这拿出来 院长画笔是我偷的 跟我弟弟没关系 要处分你处分我好了 姐姐 你闭嘴 可是其他小朋友 明明看见是小关拿的 怎么会是你拿的呢 是我拿的 我弟弟喜欢画画 我拿了送给他的 珍珠啊 我们帮你找了护好人家 他们呢 愿意收养你助女儿 我不去 要去也要和弟弟一起去 只要你肯去 他们呢会帮小关 买画笔 买颜料 让小关去学画画 怎么样 你考虑考虑 让我去 珍珠啊 小关 明天你们姐弟就要分开了 我帮你们照张相 以后啊 要是想念了 就拿出来看看 好吗 我们可以找到 wine 辈子 你听话 你一定要好好学话 姐姐 弟弟 小韩 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的残酷 可是做我医生 我不得不告诉你 你弟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从现在你赶紧帮他了了 赵医生 不会的 不会的 家 别难过 这么多年来 你瞒着你弟弟 不让他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你鼓励他画画 你每个月都到我这儿来 为他开药 配药 要不是你这样的坚持 你弟弟哪能活那么久啊 不会的 没错 一把女孩子的寻找 你遭上了 你快没看到了 没事 啊 你们 去干吗 我就把 cookie 祝你 你 你们 ti 티 你 周总 您好 请原谅我向世人公开了 面包房的珍珠 不是梅子安画的这个秘密 因为我不想再连累我姐姐了 我患了绝症 姐姐为了给我治病 来城里打工赚钱 她拼命地干活 审吃俭用 一心想把我治好 可我的病 只有到国外才有治好的可能 而且需要非常昂贵的治疗费 梅子安的死给了我们机会 姐姐决定 哪怕牺牲她的清白 也要得到面包房的珍珠这幅画 然后把画卖掉 给我治病 姐姐的行为欺骗了大家 可她都是为了救我 周总 我留在这里的画 是特意为您画的 我画的是我的姐姐 画的名字叫收费品的妇女 我把它送给您 希望您看到我姐姐 真实的一面 原谅我们 原谅我们 犯下的错 根据小官的心愿 收费品的妇女被送往法国 参加世界最高级别的油画比赛 大家希望这幅画能够得奖 帮小官实现最后的遗愿 大家都别难过了 我们一起为小官祈祷吧 谢谢 谢谢你们 主席先生 你好 我是周小虎 我有一幅参赛的油画 已经寄来法国 这幅画 是这位作者的最后一幅作品 她才好是八岁 我有一幅剧 我是沈谷 你们 我一老是 我一老是 你一老是 我一老是 你一老是 我们一老是 你一老是 我一老是 我是她姐夫 我能不能替她签一下 我认识 你可以 好 谢谢啊 爸爸 这是得奖通知书 舅舅的画在法国医师双蓝奖上得了金角 真的 嗯 哎呀 太好了 小米啊 快快快 咱们到医院去 把这个好消息啊 告诉你妈妈 还有你舅舅 走走走 咱们员坐好啊 咱们出发喽 走 爸爸 什么是法国艺术展啊 法国艺术展啊 就是你舅舅画 拿去参加比赛的地方 法国艺术展是怎么来的呢 爸爸不知道 请问你舅舅 爹 爹 你怎么啦 姐 别离开我 你放心 姐不离开你 姐一直在这儿陪着你 姐 我要走了 我真舍不得离开你 别胡说 你会好起来的你知道吗 我 我知道 我让你受了好多苦 可是 可是我就不能报答你 姐不要你报答 只要你身体好了 姐就高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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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